常梦到台湾有一天漂流到夏威夷远离中国 那在政大演讲的时候 一看到下面有一群年轻的女生 就回忆自己可能在政治金童的时候 自然就开始翘皮起来 她就开始幻想说做梦的时候 梦到台湾岛飘啊飘啊 跑到夏威夷跟美国之间 那第三岛链就以美国夏威夷为中心 接下去就美国的奔岛 那就进入了美国的领土 台湾就变成美国人 所以政大的学生不够敏感 我若是政大的学生 一定就问赵少康 如果台湾岛飘到了夏威夷跟加州之间的时候 那是不是代表你希望台湾人变美国人 如果台湾岛飘到了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之间 那不是美国领土 第二岛链第三岛链之间的话 模糊 你跑到第三岛链跟美国本土之间 那就是美国人了 夏威夷是美国本土 夏威夷是美国的一周啊 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而政大的学生 一难坚默不语 我觉得 照照他有这样的想法 就代表他心里希望有一招 台湾变成美国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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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